哈盖书第二章 七月二十一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哈盖说 你要小玉游道生长 撒拉姐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雅 并圣向百姓说 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 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耶和华说 索罗巴伯 虽然如此你当刚强 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雅 你也当刚强 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那时 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要惧怕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 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我必死平安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大利物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领导先知哈盖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向祭祀问律法 说若有人用一斤灯剩肉 这一斤挨的饼或汤或酒或油 或别的食物便算为胜吗 祭祀说 不算为胜 哈盖又说 若有人因摸死时染了污秽 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 这物算污秽吗 祭祀说 必算污秽 于是哈盖说 耶和华说 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现在你们要追想 此日以前 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 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在那一切日子 有人来到古堆 想得二十斗 只得了十斗 有人来到酒池 想得五十桶 只得了二十桶 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 我以汉风 梅烂 冰袍 攻击你们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 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 追想到 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 苍里有古种吗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都没有结果子 从今日起 我必伺服于你们 这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二次领导哈盖说 你要告诉犹大省长 索罗巴伯说 我必震动天地 我必轻负列国的宝座 除灭列邦的势力 并轻负战车 阿汉坐在旗上的 马帝跌倒 骑马的败落 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王军至耶和华说 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到那日 我必以你为应 因我拣选着你 这是王军至耶和华说的 你为了